大家好我是安蘇公 今天要來看一下 更新完有新增的什麼東西 煉金術怎麼一回事 但在開始之前有一個新消息 我們看到這裡 上次我們有這個登門拜訪的這個影片 官方有這個大放送 那明天8月18的晚上台灣時間7點 官方的YouTube頻道又會有新的影片 第三集 會有上次沒有答覆的問題在裡面 到時候我們再看有什麼新消息 那最重要的就是 這次直播也會準備豐富的獎勵 所以明天又要大放送囉 大家千萬要記得 信箱會有好東西好料的 那有什麼新的消息 我會再跟大家做講解 那在開始之前 請大家先幫我按個訂閱 開始小鈴鐺 遮出更多天堂W的情報級攻略 首先我們就要看我們今天 新出的這個系統 煉金術 煉金術是把兩個藍裝 加一個綠裝 就可以合出一個新東西 那當然品質更高的 也是可以做煉金的 那因為我自己的東西不太多啊 我只能湊到兩藍一綠 主關頭 關鍵 再隨便加一個綠裝 我們來看一下這三件 兩藍一綠 是可以合出什麼 可以花一萬塊來進行預測 我們預測一下 啊 只能做出這種東西喔 啊紅裝只有加三的 阿樂尼亞禁甲 這個有點爛耶 那我們看到右下角 這個煉成的機率 就可以看出這五件裝 分別的機率是多少 那可以再花一萬塊 再進行重新的預測 重新的預測之後呢 就會出了新的裝備 所以你不滿意 就可以再換 像這個是加三的暗黑雙刀 0.7%而已 太爛啦 那主要呢 這個煉金術 就是用來幹嘛的 補收藏品 非常的好用 因為他會有加的比較高的裝備 那我們再重新預測看看 喔 你看這個真的要多試耶 這樣有加一的天使魔杖 跟阿樂尼亞禁甲 兩個紅裝喔 那藍色的是加五的 所以這個系統是 非常需要耗到金幣的 一次就要一萬 你看像我刷這樣 完全沒有紅裝 太慘了 所以就是可以一直刷一直刷 刷到滿意為止 刷到滿意的 再去進行煉金喔 你看中間紫光 東西好像比較好喔對不對 紅光就比較差一點 黃的金光是單紅 所以說我說 這個系統是專門for課長的 為什麼這麼說 課長才會有夠多的裝備 去做煉金 那煉金失敗 就拿去篩收藏品嘛 就是一直煉一直爽 我們這種一般玩家的話 這樣煉一次根本 不太可能賽道啦 真的是太難了 而且中白綠裝的機率非常的高喔 你看這樣加起來 就已經80%了 想要中紅藍其實難度還蠻高的 哎呦這個 鬥士項鍊跟不性鋼爪耶 可是兩個加起來只有0.9% 我覺得有點爛耶 好我們看一下其他東西 白的是加一皮帶 太爛了吧 我們繼續刷 繼續洗 啊這個每次都要1萬 很花錢的 好反正我已經做好 根本不會中任何東西的準備了 哎呦 黑色亡靈雙手劍耶 還有克特手套耶 神色T 感覺蠻爛的 多羅皮帶跟加五鐵盔 這個機率多少 0.5 0.4 這個真的是太低了啦 雙手劍我也用不到 洗掉吧 繼續洗 加二的鋼爪跟神色戒指 用不到 刷繼續刷 看能不能刷到比較好的 紅狼 跟暗黑雙刀 雙刀我也用不到 好我已經用惡魔王了 刷到 都是自己用的到的 再來 再來衝衝看 哎 哎 雷雨 藍藍藍藍 哇這樣一直點 1萬1萬1萬 其實也是 超級浪費錢的 真的 克特盔甲 跟不信鋼爪 哎呦 不信鋼爪 原來這麼強喔 那其他東西 好像也是 我用不到的 但是不管了啦 這兩個 都是我用得到的 那機率是 0.3跟0.5 只有0.8% 超爛 喔沒關係啦 衝衝看怎麼樣 衝了 拜託 中一個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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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中一下中一下中一下 鋼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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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一點 右邊一點 欸 幹你 我要這個魔力手套幹嘛啊 哇連收藏品都不能塞 爛死了 那這個煉金系統一出 果然 跟我預測的沒有錯 東西全面上漲 藍裝全面上漲 昨天我出影片的時候 我看一下物價 那時候賢者踢 最低根本沒人要 只賣兩百多賺 我們可以看到最低 交易單價兩百八 那時候確實 很低 現在直接 翻倍變五百了 伺服器裡面有 課長級 的玩家在 這些都會全面漲價 所以去拉這個來拚 真的是不需要啦 過一陣子就會降回去了 因為練金術 真的是 不是大家都可以練的 練一次在我們這邊 起碼一千鑽以上 機率只有0.幾%或者是1%左右 可能強化比較高 或者是藍裝比較多賤 機率可能會比較高吧 但是這不是我們一般玩家 該考慮的 那這次的週禮包 我在昨天的影片 有講解過 對比一下CP值過了 所以想知道的 可以看昨天的影片 那今天主要來講一下這個 課金肩甲跟課金T 每樣只能買四次 然後賣兩千鑽 重點是它裡面有這個 肩甲的交換證書 那這個是交換什麼勒 各位 買四包 八千鑽就有加6了 我的天 果然早買 只是早享受 玩買才是想折扣 我們上次的肩甲交換證書 要八個才能換到加6 所以我當初我也是花了八千鑽 衝不過只拿到加5而已 現在可以直接加6啊 我的天 頭有夠痛的 錢白花了各位 那這個T恤也是一樣 T恤 買滿四包 八千鑽就可以直接換加6 啊我這個加5肩甲到底是 買辛酸的是不是 才享受不到多久啊 這個肩甲我只有加5啊 啊沒關係我們再等等 有加7再說 那背棄者之地 酷寒 跟這個原本的背棄者之地 我都是進不去的 60等以下才能進去 所以沒辦法進去給大家看 那這個惡夢香 大家有空的話可以去打打 這邊韓國時間都要再剪1小時 這邊可以隨機獲得一樣東西 那確定的獎勵是打 你只要去摸到一次就有10萬的金幣 其實還不錯啊 那通行證一樣可以花一張來買 本週的抽禮包 那以防有人昨天沒看到我的影片的 這裡相當的重要喔 奇岩製作證書跟上禮拜的內容物是一樣的 這個一樣累積4個 可以去換抽紫娃的抽卡 11次 那這個我相信他的使用時間還這麼久 下禮拜跟下下禮拜 奇岩製作證書在禮包內的機率也非常的大喔 週禮包都是一次買8包 那現在多了這個通行證 我們可以直接多做兌換 所以我相信這個活動應該還會蠻久的 所以我非常的不建議大家去做這個 泳水或者是紅布碎片 有這個紫辯紫娃的抽卡去拼拼看 還是換這個會比較好 那通行證免費的兩張禮包券呢 大家可以再忍忍 因為畢竟通行證有31天 那下禮拜也還可以再看一下禮包內容 再做兌換 我自己會考慮一下 要不要忍到下禮拜說不定CP值會更高 那接下來就是等明天官方的新內容 跟大放送啦 那有什麼最新的情報 我也是來跟大家做分享 好啦感謝大家這一集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拜拜